家人們下午好,下午好 下午要跟家人們來分享 一把這個名家的一把紙紗糊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沈漢生的兒子沈俊的一把太平友相萬象更新的一把紙紗糊的一個作品 現在家人們看到的是這把萬象更新的這把作品 大約是在將近二十年前左右 二十年前左右 我們的沈大師跟他的兒子 共同來創作的一把這個叫做萬象更新 叫做萬象更新的一把這個作品 家人們可以看到這一個大象 這個大象做的是可以說是栩栩如生 完全是純手工 由沈漢生大師起草設計 然後由他和他的這個兒子共同創作的一把這個可以說能夠傳世 可以傳世的一把紙紗糊的一把精品 收藏的一把精品 我們可以看這個細節處 細節處的這個工藝做的真的是非常到位 可以看得出大師的一個技術 然後傳承到他兒子這一代 沈俊也可以說繼承了他父親 繼承了他父親的這個手藝 把這個紫紗糊的製作藝術 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 那麼現在讓我們仔細來欣賞欣賞這一把 萬象更新的這個紫紗糊的這個局部的每一個細節 局部的每一個細節 我們都為家人們來做呈現 來做呈現 這個科治 科治是由這個沈漢生大師本人 親自去刻畫的 親自去刻畫的 家人們可以看到底部的這個裸款 也是沈俊自己個人非常藝術化 非常藝術化的一個個人風格很強烈的一個 弱款方式 一個弱款方式 那麼整把湖的這個氣勢 可以說非常非常的大氣 非常非常的大氣 而且整把湖的這個造型 可以說是租源 租源玉潤 租源玉潤 包括這個山水的刻畫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了不起 相當的磅礡大氣的一個布局 那麼這個泥料也是沈家 沈家家常的一個 家常的一個 清水泥 清水泥的一個泥料 喜歡紫沙湖的家人們 可以來多多關注 關注這一把精品 可以選擇